好来歪歪 这个呢色彩我觉得 就是色彩是好看的 然后也是细致度也很不错 美感也很不错 所以呢对你来讲 你要优化的是有关构图部分 那我有观察出你的人物骨架 是有些问题的 骨架空间感有些问题 这个部分要去增强一下 这个用线稿链成效会最好 好那看一下我红线化的位置 有看到吗 来歪歪 好这张我在改是这样 我先看到脸是有歪的 你看一下脸的话呢 两眼这边是像是正面 但是其实鼻子跟嘴巴 跟整个脸型 看起来它是有点斜侧方 像这样往斜侧方这样子 那也就是内侧眼睛就要改了 那看一下我这边的改版 内侧眼睛呢 我是把它往内画一些 看蓝线吧 往内调一下 然后这一个算是什么 头上的饰品还是 这是个眼睛吗 还是一个饰品 这个位置就要再挪一下 因为眼睛改了 那你的这个中线位置 基本上会比较清晰 然后再来是看看 如果你是角度容易出问题的状况 那这个头发 我认为你原本可能是想着 中分旁分 你可能不是很 你也没有很坚持的话 那我看起来 我就帮你中分吧 所以这边呢 我就把它位置改到这里来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 现在这个头发的那个形状分布 原本你的那个画法是 你这个是比较偏向说 我就一丝一丝的这样 把它画精致什么的 你还要注意到整个头发飘动方向 形成的形状 这形状是很重要的 如果说整个发型 它没有构图成一个好看的形状 上面的发丝画得再细都没什么用 所以那个外观形状还是要比较重视的 然后有一个逻辑就是说 翅膀到底要在头发的上面还是下面呢 其实应该是要压在底下的 因为要连到背上 对不对 不然这个翅膀就不是它的了 好 那所以我这边是帮你有稍微优化一下形状 但是因为这个翅膀逻辑的关系 所以大概也看不太到 再来呢 看一下就是盘在头上的这个翅膀 这个我设计过几次 这好像是有些 它已经变成一种设定了 直接把翅膀压在上面这种 好 那如果你的中线位置有歪掉 那这个翅膀的分布 那个面积也会不够好 像这样 我重调过的位置 你认真看一下 好 再来呢 我们往下看一个有关骨架问题 我觉得你选的这个服装 这个款是我有看过类似的 就是它在那种 就哥德的服饰上面 缠了比较多的袋子 然后勒出这种一段一段的 那这个它是一个你在设计造型上 它就变成陷阱 如果你跟着皮带这样一段一段话 你很有可能手就整只手乱歪 那我们整个手臂就两截 对不对 如果你不包含手掌的话 那就两截上下臂而已嘛 所以你要在尽可能维持上臂下臂 这么两块结构的情况下 然后你在外观上还是可以照你想要的设定去走 那有些凹凸起伏呢 就会变成一个累赘 所以在这边的话呢 我会放弃这一块 这一块我就不要了 我就不要凸这个东西了 我宁可要 我宁可把那个手臂的逻辑建立的比较好一点 所以这个凹凸我会放弃掉 没有办法 因为你让它变成一球一球的 变成像那个什么 没灌好的香肠的话那也不行吧 知道那个东西吗 我是看银之石看来的 原来香肠灌不好是长那样 然后所以这边我是直接放弃中间那一段 直接化成一整一整个上臂 然后这边呢是手内轴 然后再来往下呢 这边是那个下臂 那再来你的圆图这里面呢 因为这种服装哥德勒的造型 这我看过内外两层嘛 那我是没有画到那么多层 我就直接画一整块 那你自己想要延伸的形状 可能是一个整个往外整个很 这个我不是很确定 所以我就画一种给你看 就是画一块整个往下垂挂的布料 然后我们完全就是 透过皱褶叠加的形状 把它叠得好看一点 然后呢你这个动作本身 因为我看起来这个天使是受天使 还有很像是恶灵膜拜的这个感觉 这是那个暗夜天使的那个练习啊 有那个感觉 那动作本身打擦这个肩膀要扬起来会比较好 那我的处理方式是把肩膀提高 是没有就是整个抬到说完全遮住颈部是没有 但是就要提一下 我觉得会比较好 然后肩膀提了呢 那你角色的这两个乳房 你就要跟着调 对不对 然后呢 再来就是这个服装上你设计的那个结构 蛮复杂的 我是有看过哥德的那种穿成这样 就真的是你看照片就不知道他这个衣服怎么长了 那我是把它形状重新调过 你要画到这种服装的时候呢 它的视觉张力就在于膨这件事情 所以你线条的走向呢要往外膨胀 用这种方式去把它整个外观架构起来 膨起来 然后你可以一层叠一层 但是呢不要叠得太阶梯状 像这样就没效果了 最好是这样一大块你可以再去细分 但是它变化这个变化比较小 然后呢往下呢是另一块 然后你再去细分 这样子会比较好 就是有点变化 不要重复的东西太多 然后再来呢就是翅膀的逻辑 看一下 这翅膀的话呢 就是底下一段 盖上去一段 但是盖上来这一段要知道 它的画窄是把它画的扁扁的 这是第一个动作 但是其实这样都还不太够 你要透过有线的外形去表现弧度转弯 像这样的变化之类的 要把它转出来 然后再去观察一下真实羽毛的分布方式 那把整个翅膀给建构的比较好 我自己是会习惯性的把这个 这个算是手腕处 以翅膀来讲它算人的手腕 这地方我会刻意的尖起来 这个因为画魔物画久了 我自己会有这个动作 但是这个你要把它画圆一点 画顿一点也没有关系 但是外观上 这个外观上呢 就要有一些变化 我的建议是往这个方向凸 你要使用翅膀的往回绕遮起来的话 这样凸会比较好看 然后翅膀的羽毛分布啊 这个要去记一下 这个我上课不一定有机会讲到 对了翅膀也是大概什么班都会必问的 对不对 照理讲 它出现频率也很高 但是在上课 你看我不太去讲翅膀的画法 对不对 除非你画魔物 魔物的话是必须讲 那为什么画那个C班 我们不太讲翅膀 因为它蛮复杂的 就是你要记的那个内容会很多 那又要去比较结构骨架什么的 那么复杂的情况下呢 我就会先跳过 让你们就尽量去适应盔甲 CP值吧 是不是 那角色加上翅膀魅力会加分吗 会确实会 所以这个是我在上课做一个取舍 像那个魔物课那就没办法 那个就是应该说 它本来就是内容之一 如果你们想要画那种非常夸张华丽的翅膀 可以看一下那个游战神 战神的四五代 女武神的翅膀可以看一下 那个设计的就很华丽 而且结构逻辑也都正确 然后看也能够看懂 没有你们问翅膀 我还是会说 那个现在我都已经讲了嘛 对 已经破了梗 我就跟你讲 先忍耐一下 我们先讲这句话 翅膀的那个结构逻辑 我在上课学习 就是在教你们钱 我都已经反复的研究过了 我是没有盲驱的 只是他讲起来真的 他省不下来 他没有办法把它说成 就是一两个诀窍 然后你立刻会 没办法 就不太可能 有时间 难说 上课大概 我的时间都是这样抓 大概80%的时间 都是讲我的本篇 20%的时间回答问题 但是大部分 都有可能问题回答的太多 然后本篇时间 只能再延长之类的 进来几个提示都是这样 好 来歪歪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 主要 你的色彩的协调度很不错 然后美感也蛮好的 所以对你来讲 你要充实有关结构逻辑 跟构图上的一些 就是敏锐度 你的问题大概跟 刚刚迷下是有点像的 就上色的实力是很不错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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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